你不认识吗 他 还来吗 他说不过来了 一定要他过来吗 他过得好吗 他过得很好 一定要这样处理继承的事吗 会留下很多麻烦的 这个 是我跟他的承诺 告诉他 我 识许 我们现在来集中 为祝福的祝福 到地上到地上到地上 我们的伴侣 我们的伴侣 我们的父亲和弟 我们的伴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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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现在准备怎么做 什么怎么做 财产呢 留给你个私生女那么多钱 你就不想想办法了 就这么拱手让人了 就这么拱手让人了 财产呢 你就不想想办法了 我证的已经够多了 老乔 关于那私生女的消息 打听到了吗 打听到了 夫人 我查了她的航班信息 她已经到了这里 但是一下飞机又出去游玩了 游玩 我看她高兴的都要飞起来了吧 小姐 如果可以的话 请你还是跟我们回去一趟 不回去不行吗 你已经错过了你父亲的葬礼 可是关于遗产的问题 还是需要您亲自回去处理一些事 小姐 那 如果我跟你回去的话 我就不回来了 可能你无法理解 对于一个在孤岛上 生活了十八年的人来说 外面的世界 是多么的新鲜啊 听说她来了 为什么不提前告诉我 等定下住所再说吧 现在见面太仓促了 她真的不用做鉴定之类的吗 这没有任何意义 是不是亲生女儿已经不重要了 李哲不也是拿到遗产了吗 另外 老爷虽然去世了 但是也请夫人注意一下 周围人的目光 难不成我就这样白白伺候那老头子十年 现在连个管家都敢对我冷眼相加 凭什么 凭什么那个私生女什么都没有做 就可以拿到那么多的钱 不要看我太剑 别会看见她 看样子 你很在意我们的关系被发现 我觉得涛德已经知道了我们的关系 所以才会那么处理 很久前我就有一种被人监视的感觉 另外老爷虽然去世了 但是也请夫人注意一下 周围人的目光 反正那个老头子已经死了 至于那个女孩儿 听说是孤岛长大的 什么都不懂 事故死亡 应该就可以解决掉 马上死的话 时机不对 当然了 要等时机